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的时间是2021年的1月15号礼拜五 那其实在今天我们的一个台北股市又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 不管是加权指数也好 不管是台子期也好 在今天都已经正式突破到了这个16000点了 那我记得在之前收看一些节目的时候 其实市场上绝大多数还是预期大概在15000点左右 这一波可能要作为一个修正 可是在今天真的是完全打脸 直接往上再攻了这个1000点 如果说你有去看这个指数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2021年开盘到现在是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的加权指数一共是往上大涨了1300点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在走这个嘎空的行情 但是在今天会让很多人会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感觉 是因为他一旦踏取到了16000点之后 接着我们这个台子期他几乎出现了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段也不是有史以来 因为之前有看过3月19号那一次 他的那个波动幅度非常的大 他出现的近期以来非常少见的 就是他一下子往下狂杀了超过400点 那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16002到15584 各位这以前来讲的话 他等于是一个保证金了 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这个方向做错 然后你再迟疑的话 真的整个保证金就是全部被吃到光 所以其实面对这种行情的时候 我真的还是会比较建议各位观众朋友 行情很大 但是行情大是被有功夫 有技术 有工具的人把钱给赚走了 如果这么大的一个行情 你自己真的是赤手空拳 而且经验比较不足的话 真的进场很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 要买你的技术分析 你真的要非常专注的在苦练 真的就是在于这个实战方面的一个技术分析 这个是第一个重点 那如果说你发现技术分析 你进去还是要交很多学费的话 那至少你要有一个工具先保护自己 我觉得赚多赚少是一回事 但是你不能够让自己真的发生非常非常严重 一次就没有办法再站起来的这种错误 那我还是会比较建议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有这个机缘看到节目的话 我觉得当下你如果秉除掉这个技术分析 你能够去用的大概就是一个操盘软体 那操盘软体其实也是百家争鸣 那我们会员朋友目前在使用的这个MIS专攻期货板 他所采用的工具他是用阻力动能 阻力动能的话今天再跟各位再介绍一次 其实他真的 他就是真的很老实 真的很老实 包括说我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有一位我们新的MIS的专攻期货板的这个使用者 他在使用上他有遇到了一些困难 那他跟助理联络 那刚好我那个时间有空就直接回电话给他了 好那我觉得这个MIS专攻期货板 我如果说你了解他组成的一个原因的时候 其实你对他使用上你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他是有阻力防守区 阻力防守区在哪里 来这里 这个灰灰的这个 有点像云带的这个 有点像彩带的这个 这个就是阻力防守区 那阻力防守区他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他代表的就是阻力的盘中的即时成本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知道盘中的一个阻力的即时成本 因为我们要知道他的下一步要干嘛 那这个我们坦白讲 你用技术分析你在盘中真的算不出来 而且就算你算出来 人家炒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会运用这个MIS专攻期货板 帮我们用更快速的方式去计算 并且用图形化的方式 让我们可以很直觉式的 把它叠在我们操作的一个指数上面 让我们知道阻力他们现在在想些什么 好 再来的这个就是阻力线 再来的这个就是阻力线 这条蓝色的 那这个颜色当然你可以去变更 这个颜色当然也可以去变更 如果说你今天心情比较好 我今天心情是黄色的 非常的开心 那我就用黄色的 这个都可以去变更的 那其实阻力线 它主要的用法是在于 阻力它要去发动攻击的时候 它必须要去突破这个阻力线 那这个讯号是怎么出来的 这个讯号也就是说 当你的阻力成本跟阻力线 同时突破满足的时候 那这个讯号它就会跳出来提醒我们了 那我们要怎么去进场 我们进场的话 就是当这个讯号出来的时候 它可能是在中间 它可能是在中间出来 那出来之后它还会在这里跳 那我们就要准备 等到它跳下一根的时候 这个讯号如果说它还在 那它就永远存在 变成是一个有效进行的讯号 我们就只要依照这根K棒 比如说这个是早上9点02分 在15920 这根K棒的最后一个价格是15920 在这个地方 以15920为基准进行去做一个放空 那放空之后 它就会有停力的讯号出来 开始停力的时候 我们就做停力 完成这一笔交易之后 再做下一笔交易 那在这个地方它下一笔交易就是 在10点20分的时候 当它这个讯号出来 不用急 但是要准备 跳下一根K棒的时候 这个讯号它就确认了15829 也就是这根K棒的最后一个价格 进场 进场去做一个买多 那买多之后 该是走的时候就是要走了 因为当下一个讯号又出来的时候 各位 你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一定要放空了 这样了解吗 因为它就是用这两个东西 帮我们去判断出来 现在主力 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准备再往下打了 主力的动能开始去往下了 那尤其是当我们看到 当它这个讯号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主力攻击线 包括说这个主力的一个防守区 它的成本不断的往下压下去的时候 这表示它的攻击力道是持续在加强的 因为它就是这样子一路的往下压下去的时候 结果你看 从这个地方 从11点33分 这个地方一路的打下去 你会说 老师为什么你要到11点33分还要进场 各位一般常规来讲的话 如果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打完收工了 但是今天的情况是比较特殊 因为今天其实你看 它第一笔单下去就已经来到了达尔赛了 第二笔单上去又是赚钱了 所以表示说今天的行情其实是非常的大 那你要不要用赚来的钱 再去跟他拼下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就各水说喜 那以我本身来讲的话 我最怕的就是我的本金被咬到 可是我如果说前面两笔 我都已经赚钱的时候 那今天这一笔单 我当然可以去跟他拼了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进场 我在这地方进场 15856 我最多最多停损会设在什么地方 最多最多的停损会设在什么地方 对 当他又出现这个多方训绕的时候 可是当他出现这个多方训绕的时候 我看一看 大概多少 大概多少 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吗 大概是多少 15876 那我在这个地方56进场 那76进场 我对于说就是20点而已 我可不可以跟你拼 我当然用20点跟你拼 更何况说我进场之后 他下去 当看到这个之后 我就第一笔单 我就不会再停损出场了 我一定是赚钱出场了 那再下去的时候 各位那就是跟他拼这个破断了 不是拼破断 动态停力 这个动态停力的方式 我们在这个说明书里面 其实都有跟各位去做一个介绍 所以如果说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在操作的时候 其实你今天 在回过头再看 他今天这个 开高之后 就一路的往下杀了400多点 可是你实际上 跟着这个MS专攻技术板 去操作的时候 各位你会得到的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早上下去 该是收钱就是收钱 这一段 那如果说你这两笔都有赚到钱了 那要不要跟他拼第三笔 各水所席 至少你不会在这地方去接多单 结果这一段下去 各位 这几乎是近期以来看到最大单比获利 250点 因为我们在他自己当中 其实很少看到会出现到第二个Dollar sign 第二个停力的钱的这个符号 可是只要看到这种Dollar sign 那一定都是100点起跳了 现在甚至已经拉到250点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操作 MS专攻器玩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评估的是什么 他能不能经了几个种盘式的一个考验 那如果说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盘式 他所维持的都是赔赔小的 但是赚可以赚大的的时候 各位那大赚小赔不就是老前辈他们留下来 在这市场上你要存我 那你就必须要稳定的持续的去做到赚赚大的赔赔小的 这个是MS专攻几乎版 在这段时间只按着一个运用 那如果说各位你对于接下来2021年 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其实蛮害怕的 尤其是川普在1月20号他就正式卸任了 那卸任之后 是不是整个世界又改观了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最重要的这市场上有人在主导 叫做主力 那你如果跟紧主力的脚步 跟紧主力的一个点火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你就不至于在这市场上被迷失了 那我是张家好 如果说各位在操作上 或是对MS有想要再进一步了解 都可以再加我的line 在视讯做进一步的一个交流 那我真的祝福各位 今年我觉得光是前面两个礼拜 其实大家都已经感受到那种震撼了 那准备好 我觉得不管再大再怎么样的一个行情 能够抓到对的进场点 对的出场点 你就是市场上的赢家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